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轮到我们CEO家长的时间了 今天我就是剃功,我是荣辉 今天我们找到一个好朋友,李文玉清博士 他是香港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和辅导学校的助理教授 是不是很巧合呢? 其实特殊教育我又不太熟悉 你是教特殊学生还是特殊的老师? 两样都不是,我是教普通老师 去帮一些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 平时你学生每一年,现在又新收生 进来你通常是什么学生? 例如我们的学生是很几种的 如果是全日计的学生,他们必须收一个辅导学系的 必修单元,包括对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如何去照顾,在课堂里面,在学习上面 甚至是跟家长沟通,或者日常活动里面那些 至于有一些是在职的老师,他们会回来进修 这部分就会比较专业一些 他们会各个不同的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包括自闭症,例如过度活跃,又或者有些读者困难 要读障碍都有的 其实进来读D4的同学,最重要是具备些什么条件? 除了一般的学习上面,所有大专生具备的条件之外 最重要是有爱心,有耐性 老师就这样了,这些学生就这样了 现在讲的都快放暑假了 刚刚开始了都差不多一段的日子了 这个暑假,通常你的学生会怎么过? 我的学生就很充实的 一个就是充实自己的学包,就是兼职 兼职,做些什么事? 都很多的,譬如说他们去做教练,或者去做 做教练,籃球教练,还是体育的教练 也有的,譬如音乐系那些会去教琴,教乐队 教不同的乐器,训练班,体育那些 你刚才说的,跑、跳、打球 游泳,很多家长的小朋友 暑假这么多的暑期班 大部分暑期工可能都是我们的教练老师 其实我们都明白,一般来说 暑期活动,通常家长都会用尽很多办法 就会充斥着它 其实最有效的,我们应该学些什么呢? 暑假不是应该来休息吗? 你说得对 所以当大家想想 如何安排小朋友暑期活动的时候 我在想,重点在两个字中 一个就是暑,一个就是暑 暑的意思是天时暑烈 暑不秋了,不过也很容易 香港没有到十月中后 你都不会觉得是凉的 然后假,就要想想放假,假期 两样东西又如何去安排呢? 在万万元暑假之前,大家冲刺了一轮 所以我重点就是,不是安排些什么 是应该说不要安排些什么 即是做些什么? 即是做些什么? 首先不要将24小时排到这么满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香港的家长 很多时候他都很欲紧 一定是想自己的小朋友 尽用每一分时间 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假期最好不要浪费青春 不要浪费光阴 你会见到他们排到 比平时上堂更密 上周游泳、下周打球 跟着又钢琴、猪心蒜 晚上可能学书文、绘画 那比上学更辛苦 绝对是 所以我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 暑假的重点就是放假 放假的意思就是 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现在我拿来做最好 那应该是否就是 爸妈带她游山换水 去玩一下 接触大自然 这是一个好的建议 我会发觉就是 难得平时亲子很大压力 现在是一种相对无压力的状态 可不可以做一些大家都 随意移行一点的事情 譬如说睡觉睡到自然醒 这个很奢侈 因为平时六点多 你要起床、趕、吃早餐 现在可以自然醒 我都试过 不假闹钟自然醒其实也挺舒服的 是的 是的 然后不要太过紧张那些学习的事情 不要说我一定要中英数 其实可以不看中英数的 就是认识一下大自然 暑假 天时暑夜 有没有一些比较消暑的活动呢 只想到游泳 游船海也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一定的 行山也很害怕了 尤其是妈妈更加害怕了 我觉得不是的 譬如说博物馆 博物馆 很舒服的 冷气很清凉 是吧 又或者一些艺术的展览 是吧 不同的组织的团体 去参观别人的团体 譬如说一些不同的院舍 那些相对都是户来的 是指哪些院舍 譬如老人院 是吧 一些的 甚至孤兒院 或者一些 我们说 比较小一点的 有需要我们关心的人 他们可能平时 就在一些地方那里 学校未必安排到的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 社区组织 或者一些家校团体 去试一下去了解一下 关心一下 我不记得了 因为我只记得 每一年政府都会搞些 青少年的暑期活动 好像现在不是很流行 现在就 七八十年代多些 也有的 不过好像今年就转了名 早两年 我记得我们还有帮忙 就一系列很多的活动 不过问题就是 那些活动就 多样快了 不过问题就是 究竟家长知不知道呢 我就不知道 她知不知道 小朋友的参与 能够多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这些知情人士 就会懂得去玩的 其实都多的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社区 比如家长 你们住在哪个区 那你去个社区中心 或者相关的一些 我们说非政府组织的机构 暑期前 我们也有很多宣传 我想家长就很聪明 我想家长就应该比较聪明 有些还要有限额 那个计划就似乎 就真的要很早的 就不是去到暑假了 那我们也要想些办法 就是我不能够 都只顧着排队 才能去做到的 即是现在 都来到暑假的中段 那怎样呢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可以去享受 我们这个假期 我想呢 多些亲戚活动 多些在家里 家里有什么 玩层层碟 玩大富翁那些 都不煮的 玩煮饭仔 玩煮饭仔 可能我做妈妈的 煮饭仔 真煮还是假煮 半真半假 就不只是煮那三餐 那三餐是必须要吃的 还有有时候做家长 我可能觉得 我小朋友在那里阻止了 但我们用的就是 一些空余的时间 比如做一些小食 做一些沙拉 一些健康餐 或者做甜品 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要去探访别人 之类 你带一点点手信 是吧 一点点 什么素化剂那么恐怖的时候 我们试下不要吃街 我们买一些大菜 做大菜糕 大菜糕 我记得我小时候 其实很容易做 是的 但现在我们的小朋友 未必懂得做 第二件事就是 最重要的是 爸爸妈妈陪她做 重要的是 我们讲亲子关系 明白 不是只吃什么 谢谢 嗯 现在这两年 就很开始讲 大家的饮食要健康 是 即是如果自己自製 自己自製的话 我相信就是 我们无论选材 或者各方面 都可以更加健康一些 是 煮饭仔 男仔又未必各个适 虽然我知道 现在的男仔 煮东西有些比女仔 其实这个不分男女 但如果你说兴趣上 如果她不喜欢 入厨房教很多东西 也有办法 一起做一些有机种植 你会说 有机种植 就是很大规模的 又不用的 两个水杯 就可以种到豆芽 一个普通的花盆 就种了两棵生菜 生菜 再不是 大小小的盆 就可以种一些番茄 把它收成后 用来做有机沙律 你说是否很开心 听见都挺好的 好像不错 对了 还有一些不用爱种子都可以 是什么 很简单 一定有买一棵葱 有个蒜头 姜 家里一定有 放得久不注意 可能会发生牙 没错了 将那些薯仔牙有毒 更加不能吃 将薯仔牙切出来 就可以种薯仔苗 另外番薯也是 那些薯仔苗真的变薯仔 可以吃的 不是 要变薯仔就难些 盆要很大 而且要等很久 但是苗 吃那些苗很快 是吗 番薯苗是很有机的 另外那些葱 那些葱 你回来 反正那头你不要 你把它切出来 放在盆里面 那些葱 你就吃了它 慢慢它就会飙回 如果这么热天气 过两个星期 又可以用来蒸鱼 而你不是教书的 你好像种菜 不要紧要 我们什么都做的 那挺好玩 听上去都不错 是吗 走出街 又不是花很多钱 又不是预先报病 现在这些冲胀很厉害 都要想想办法 便宜很正 要的 要的 还有叫小朋友 都学习一下环保 对自己的环境都了解 对大自然 极密的成长 甚至温度 湿度 各种东西的配搭 对小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自然的学习过程 不需要很刻意地 金堂去想什么 下一堂去想什么 我们将很多东西集中在一起 这个非常浓缩 但是问题又好像不太花田 但是这些活动 我记得我身边的朋友 都不多做 就比较上另类一些 是 断股的家长 就不肯让他放暑假 真的不肯让他玩了 OK 还有学习真的很多功夫 还有今年还有很多 那些什么 就是那些 補课 那些预备班 都令到那些家长 都好像 没什么时间 放暑假 那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是忙里抽闲 你偷一些小小时间去做 还是怎样呢 如果是这样 我就再一次强调 那就更加不需要做学校的那些东西 你已经这么多了 有的就是可能做一些体能的东西 体能 刚才说的比较静态 你说日常比较热 譬如说朝早黄昏 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小朋友 体能真的是一般的 都偏弱 是的 相对来说 跑又不是跑得太快 就是个别运动员那些例外 一般都是比较怕辛苦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做一些 体能一点的东西 山下部 都不一定说要去很辛苦 很激烈的 早晚山下部 或者去一些比较近郊的 郊艺公园 不需要去到很远的 例如实力配水床 或者去到荔枝国 旁边的山边 特别是河文田 你可以去京士拍那里 早两天 我在电视新闻里面 看到一些挺有趣的东西 原来我们身边里面 都有很多小鳥 是的 原来在大埔市区里面 看到有棵树 那里面就已经 看到一些小鳥 竹巢 还有那些小鳥 是一些比较珍贵的小鳥 都在市区里面 可以找到的 是的 就算旺角 拔甲也会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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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跑马地 同来湾对面的大树 很多小鳥 超焦到不同颜色 是的 很多木屋 起雀 甚至有些好像画眉 我不是很懂的 正式学名 我这些鄰居 叫青哥仔 就是绿色很小小 一只帽子那么大 它都可以在大埔附近 很多屋邨都可以捉到巢 这些是认识大自然 增加体能 去跳一下 让我们平时的心肺功能 可以好些 这个是一个办法 接着我们有介绍过 做一些静态的 在家里煮饭仔 真煮假煮的 有三大件事 家长里面 功课就不用说了 都必要做的 功课他们一定会做的 不做不行的 我不担心他们不够 我怕他们过多 譬如有些学校说 三本暑期作业 中英数 那些家长就逼他们 两个星期做完 跟着自己再加码 通常都听到这种东西 是吗 是的 那你培训出来的老师 会怎样教导 大家不要这样做呢 其实是很难的 我觉得我们的老师 就赖家长 家长就赖学校 是 即是说护慧恩的 学校要我们这样操练 那怎么办 那家长就说 不是啊 我也不想那么辛苦的 那究竟是哪只鸡 哪个蛋呢 我觉得就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了 我其实都很想 即是有机会的话 就肯定是 真是放暑假 因为我记得我当年的时间 就除了那几本 即应该都有三几本 那些暑期作业 我们一本个 一本里面有中英数 是综合的嘛 是的 一本 我记得我小时候 都是做的那些 都不知一至三本 那样上下 总之暑假 尾回去就要交的了 一学期堂就要交的 通常交了就没人看那只 交了又不知看不看 最高兴是六年班的时候 你知道那本就不用交的嘛 好像不是啊 好像现在说 有些学校呢 中学那些都会期望你暑假 早点回来 我知道 因为那个月中已经要上学了 所以那些适应班 所以我告诉那些小孩 根本上是没得放假 是的 那些家长又賴 因为你学校太多东西了 令到我都没办法安排我的暑假 其实我都觉得很淡的 我年年都想和那些小孩去旅行 但是因为暑假 所有能够去旅行的时间都是暑假 那又要过一倍 又跟人争争 又迫 但问题就是都没什么办法 那现在你更加告诉我 太多功课做 又不可以不做 那更加淡了 那我见有些朋友 无奈地都会带暑期作业去放暑假旅行 我记得去旅行 你知不知还要上网做那些网上功课 是的 每天一篇 是不可以停的 那你说很淡 那第一件事 问有没有上网的 那间酒店 那我想 都是没什么放假的 我会觉得 就是 我想是否家长或者老师 甚至小朋友 都可以共同发声 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放了 但是譬如说一头一尾 就是漸进式的 就是头那段 可以做多些事 刚刚冲完一轮 我们不想急煞车 可以做些少少的 就是放后延续的 少少的总结 或者到八月尾 最后一个星期左右 慢慢适应要上学的日子 稍微有一些些 可能是 正如你说上下网 留意下报章时事 或者一些少少的预习的功课 那我都发觉 你先头说是说得好的 就是有机会 当然大家都 就是中间那段 就有个共识 就是譬如说 我们都是用来叻的 容不容易先 事就人为 最早是大家开心一下 先说一下 我说不知道 发了梦先行不行 不知道 发了梦就行的 因为你不说就没有机会 大家的同学仔 有机会 你就不妨去和你学校沟通一下 我们都希望有人 大家真的有机会放暑假 不知道将来是怎样 但问题是暑假 我相信始终会 年年有的 如果你问我 我其实没有什么暑假 我今年一直在学校工作 又开会 又收生生 我今天才是 这个星期 今天星期二 是吗 我昨天星期一 才稍稍可以没有正式工作 我自己都很珍惜 这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应该去玩 那你问我 是否今天又联系在这里 好像要做一些正经的事 我又不是这样看 方街人说心态 做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做的事 都很可能是 take a break 那会不会我们的家长 或者我们的小朋友 都尝试转换一下心态 我就挺期望放暑假的 虽然我不是平时 就有得去长假期的人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经常说 我要陪小孩放暑假 我就有借口离开我的工作 那当你离开你的工作 我经常说我放假 你多不想放暑假都可以绑下你的工作 但是心态就会更好 心态就会更好 心态就会更好 我记得我恨几何时 我就说去不了其他地方 只是在本港的时间 我去到的士尼也好 我一天到那条路 我就觉得有个度假的感觉 其实大家也知道 那个其实是香港 不过心态不同了 很多人的观念 一定要离开香港 之后放暑假 我觉得也不是的 假期在心中 是不是会比较好些 这个可能是 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们再看看 怎样可以更加充实 我们过暑假 好的 谢谢 Hey Dr.Man 我们上集就说暑假 但是呢 其实我们先说暑假也有机会 不如去种植啊 玩啊 煮饭仔啊 打下机啦 但是我现在发觉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些小孩只会打机 是 那你就经常对着 就是我们出街喝茶 你见到一围彩 四个人 那四个人都拿着不同的电换 对 有爸爸玩 有妈妈玩 有妈妈玩 有些是想着看股票 有些是想着玩游戏 但交电器都不懂得沟通的 究竟 是那些爸爸妈妈不懂得沟通 还是子女不懂得沟通呢 你觉得 我觉得是两样东西 其实它某程度上 都是透过电子媒介 在沟通 是 是 它们可以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我都听过 可以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可以在桌子上 也可以在桌子上 那你又不可以说 是不是沟通 不过我想 我们一般传统的说法 就是说 社交能力 都是多过这些的 就是不要只按几个按针 就是见人 懂不懂说话 在不同的场合 应该怎样表现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子女 是有这些社交能力 但是 说实话 其实我们自己的大人 本身 爸爸妈妈 本身 治理的 就是沟通能力 其实是否都是比较 降低了 你觉得 因为透过 大家都会透过 就是 连说话的机会少了 我很多时候都会约你 都会发出短信给你 对不住 就很难说出口 但是呢 就发出短信给你 对不住就容易 我又不会觉得有问题 这是一个沟通模式的媒介问题 就不是说它没有这种能力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就连这些媒介都不用 嗯 嗯 所以我就 就是 从你有少少分歧在这里 我的定义就是 这一种都是一种沟通能力 嗯 可能是这种沟通能力之上 再多另外一些 嗯 比如说 就是刚才说的 可不可以面对面的社交能力 面对面好像很难的 群体一些的社交能力 嗯 又或者是 就是媒介以外 就是电子媒介以外 比如文字上面的沟通能力 它行不行呢 那我们在说 原来大家的沟通 大家的定义 都有很多不同 那我们在说 原来这些 大家能够透过这些电子媒体里面 的沟通也是一种 我想他们比我们的 绝对 因为我们打得 我们打到手指痛 都未打完那句 他们很快就打完 很快的 一只手指可以了 单手拿着那部机 是吧 在电车那里搓一搓一搓一搓 一样去到的 是我们不行的 我们就不行 但问题是 我们就 我们就很流行的 就是 就是闲时吃完饭 之后 大家都会围买来聊天 我们所谓去聊天 那些就是我们 究竟认为一种 叫做沟通 社交的能力 我们记得那时候 那些人就好像 夜不闭户 大家整个村子都懂 你好像说了很久以前的 我不是很懂得回应 我也不是很想回应 如果回应了 便会被人知道 即是那个年代 现在怎样 说的是21世纪 我们最新的沟通模式 应该怎样 现在我就觉得 我不会反对 对于目前你刚才说的 电子的沟通模式 但我都赞成 古老一点也好 或者现实一点也好 去回一些 比较自然的机会里面 多一些 即是 跳离了 单对单 或者 没有面对面那种 我都鼓励别人面对面 你知道我们教书 我知道 但问题 你知道我们面对面 家里面没有对等的人 因为兄弟姊妹大家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都可以 就容易沟通一些 现在就对着一个飞蛹 或者有时对着家里有个很大年纪的 公公 爷爷妈妈 那种 跟着父母妈妈 爷爷都未回来 那些 其实真的要沟通的机会 或者都不知道怎么沟通 当然我估计这一部分 就分开两件事 一个是你家庭内部沟通 另外一个就是说蓬佩的沟通 我估计家庭内部的沟通 都不太困难 始终去到今至今日 我们都还有机会 早五晚都见到下面 通常都还有机会 是的 反而蓬佩沟通 可能会有些困难 正如你说她是独生子女 或者她习惯了 家里都没有什么人 跟她很平等地去沟通交往 遇到蓬佩的 很可能有一种为我独尊 或者情绪上 我不懂得表达自己 即我开心不开心 或者我很高兴 或者不高兴 我都不太懂得表达 我有要求 我应该怎么跟别人说呢 我有想拒绝的时候 我又可以怎么反应 这个范围是困难的 我还记得刚刚YouTube那条小鹅鸡那条片 大家已经觉得 究竟是她不懂表达 不懂沟通 还是父母 我错了 我这些我不懂得教导 她怎样跟别人沟通 那样 我觉得比较特殊一些 是特例来的 去到很尽 一般我们都见到 就是所谓没什么礼貌 或者没什么批举 什么无高无低 无大无小 那些都是有的 这部分我想做父母 就是要尝试以身作诸 定一些底线 我当那个小朋友 这样被人拍到网 那个小朋友一定是第一次 这样去表达她自己 一定是经常地 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而从来没有什么人 或者很严静地告诉她 这样是不行的 其实我也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我现在身边有些朋友 都是小爷仔 你知道了 独仔 家里面 比较上是一个中上的家庭 通常都家里面有个 印姐或者非姐去照顾她 爸爸妈妈回来 物质上的满足 就加零一了 夜夜妈妈有一颗孙 当然是疼 疼得不得了 你告诉我 她现在还很小 未来的日子 她的成长 我们怎样去协助 她真的会有个好一点的社交 我见到她要带她去玩Play Group 不过差不多那班 都是这样的小朋友 Play Group 是一个人为的条件 给她有这样的机会 这也不是坏事 因为我们始终都没有办法 好像以前那样 有十个八个兄弟姐妹 最多是一个起两个子 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 其实就是要放下心态 不要为我独尊 是小朋友 特别是家长 有些家长 就算放在她的Play Group 她都不代表放手 外面是一块玻璃看的 没错 而且她很保护那些小朋友 小朋友做得不对 会立刻帮她矫正 又或者会帮她解释 其实她不是这样的 她的意思不是的 她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说她的父母 从来没有给她 有机会真正接受那种的后果 她得罪人的后果会是怎样的 她不能够清楚表达人的时候 人家拒绝她 会是怎样的 我都觉得家长最好 不要这么主动介入 一些小朋友的事情 没错了 我整个小朋友的事 就是由她 错了 她惹了人 别人的怒她便别人怒她 别人怒她 别人怒她便不怒她 有段时间没人跟她玩 她当然有办法 就是让她坐冷板椅 人家就会知道 原来我真的要大家互相尊重 我们要大家遵守游戏规则 我有个俗语叫做 江湖事江湖了断 没错 让她自己在那里找一大餐 她怒了她 或者两三个排斥她 这个本来是存在的事实 人世间就是要面对这件事 不是大人全部去遷就带她 刀头来做和事佬 做月佬 拉红线 你跟她玩 这里有个UNO 这里有个play card 我们一起玩些什么 我们有太多主意 太多介入 小朋友是无从自己发挥 这些引伸到将来做工怎么办 她跟同事又不懂沟通的时间 又要妈妈回去帮忙 有的 你中小学见家长 我们大学现在也有些家长会介入 问 为什么我这个学生得不到这一科 为什么她现在是这样的分数 或者你学院 为什么不容许她做这样做那样 那有些同事就会问 怎样回应好 我通常会鼓励家长 由某某同学直接跟我们谈 是 他们肯定已经成立人 我也曾经听过 有个朋友 小学中学都学校有家长会 跟我说 我大学为什么家长会 我说不是吧 是 现在有 真的有 特别是国内来的学生 他们的父母更加紧张 是吗 紧张得很紧要 无论由奖学金 资助额 到参与学生的活动 什么修的课程 甚至如果可以住的话 他也住进去宿舍陪他 大学生了 是 我们本来大学生 我们其实希望她在这里 就懂得分事非黑白 希望她将来就懂得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批判性思考 对 现在这样搞法 就应该很难训练到她 所以我就说 父母的以生作识 以及提供自然的机会 很重要 最重要不要怕小朋友 所谓表现不好 他们很紧张 就说 我的小朋友表现一定要好 由读书心态 一路延伸下去所有东西都是 我不可以让她有一次半次的差词 否则代表她会被打击 又代表我的管教务科 不是的 我听见那些大学教授 通常自己的子女都不多理 他们用些放羊的政策 我想有小部分是 但大部分都是过分紧张的家长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说如何培养的小朋友 很重要的是 先加上自己退后一步 容养的空间给他们 其实现况是否真的那么差 也不是 想象中那么差 我们有很多青年学生大事 你见我们的学生 是能够出去表现到 见得人的 有时都是担心不忌 但那份 我经常都觉得 我也想问一下真相 其实来说 因为我们发觉很极端 我们香港有些很一流 很优秀的学生 在世界各地都拿奖 但问题是 我有时见到我做评判的时间 有时见到一些 都挺不错的学生 都拿奖 但我们在学校里面 见到有些真的挺被动 我不知道她读完整个 读书的生涯里面 其实她是学了多少 离开这个学校了 你问这一个 都挺值得深思的教育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实在要培养的是什么 的小朋友呢 我们很强调的是成功 但我们没有教我们 其实我们如何面对失败 又或者我们如何去看所谓的失败 是否永远都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下 不能犯错才叫成功呢 其实人际关系都不可能 百分百都是一个模式的 沟通很多人都说 不要得罪人 能言善道 能够表达自己又触摸到他人 就叫善于沟通 有时我会觉得 处理愤怒甚至喊吓架 都是沟通的 喊吓架 转岁又很高才打得叻 是的 因为很难的沟通 就是说 你要很激烈地去表达情绪之后 就不伤害关系 有很多朋友就是不叫得交 一喊完 是 以后不建议 很多夫妻都不叫得交 一喊完就算了 但如果在我们的 辅导心理角度来看 甚至连交都没得叫 这对夫妻或者这对朋友 是真正玩弱 嗯 那我们现在有些现况 我们又见到那些 小孩子的沟通问题 我们家长是想协助他 因为现在只能教了我一招 只要我们不要过度介入 叫我们能够给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自己慢慢自然的發酵 讓江湖事就江湖了斷 還有什麼好巧呢 我想適當製造機會 但你叫我們不要做越老 越老就不要潑伐大葵線 但是一齊去某些場合 製造場景 沒錯 譬如多些小朋友出沒的地方 不同的親戚朋友 或者有些社交的團體 我其實覺得離開一個家是好的 即是離開那四棟牆 有機會就 所以先頭先頭你叫我們一齊去種東西 走山 跑步 這些就真是一舉兩得 既可以有心心健康 因為你在路上 你在不同的場景 你自然會見到不同的人 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 經常打個招呼 問候一聲 釣魚好像都不說話 但當有人上釣你就很高興 你會釣到的 你用什麼魚餌 用什麼魚竿 這些溝通自然會發生的 但是先頭說沒有禮貌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 都幾難搞的 我記得 到底一 上班 出門口 遇到一些人 我們一定會打招呼 現在那個人就令我面時運高 看不到的 這個我想是真的要教的 是 那你叫他又好像很不願意的 叫啊 叫叔叔早晨 不是去見到人那時候才教 那個就是真是未見到人 無異場景 無異場景 就是家裡已經說定 你出門口會見到什麼人 基本上你要怎樣去反應 這些就真是要教的 我聽過的 媽媽就叫那個女兒 就走去見到人跟他打招呼 女兒就打他回來 她說不理我 就很懶惰 不要緊的 那你也要教這個場景 就是別人不理你 你可以怎樣反應 別人理你又可以怎樣反應 別人理你又可以怎樣反應 不理我應該怎樣 不理我就是繼續笑下去 小笑 對 這個是你有禮貌 他未懂得回應 他未懂得跟你溝通 你有溝通技巧他沒有 那這些媽媽要學上的 因為我多時看到媽媽就說 不理你便算了 叫她多兩次先 但其實我發覺好像沒有解決問題 有時女兒就一句得來 她就跟著不出聲的了 那不行 一定要堅持到底 直到達到效果 教導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結果是怎樣 不只是過程 不要說我講了 她不聽 她講了不聽 她沒有做到 即是未達到效果 其中一條橋 教多幾條橋 好 教多幾條橋 因為我們經常都覺得 一件事就是 現實上的問題 就是日常生活 我們接觸了很多 但問題來說 你說那些事情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處理 意識的頭腦 我們好像知道 你說要有禮貌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叫人好 不過你知道 那些年輕人是不聽我們說的 我想是堅持的 父母自己會不會都堅持 你看到人 無論對方的反應 你都會去回答她 又或者是 你會不會都主動一些 即是去示範 去怎樣去跟別人溝通 管理員 早上我們出門 一定會見到她 我們都會叫她早晨 管理員 清潔叔叔嬸嬸 即是外面 擺報紙檔的人 甚至你去大家樂大快活 麥當勞 吃早餐 或者你去買一個麵包 是不是就這樣 叉丟包 或者三號餐 可不可以早晨 麻煩 多謝 這些如果從零歲開始 我覺得小朋友一定學得到 但很多父母都很珍惜 很珍惜這些說話 這些說話 只是去一些 跟我們有特別關係的人 或者對我的觀感 會有影響的人 我才做 我覺得不用擔心禮儀班 那些有面試技巧 根本來說 你平時的教導是這樣的 我看到人就會很有禮貌 有眼神接觸 我想這些都已經幫到手 絕對是 這些是一個挺好的 你示範了一個好的辦法給我們 我們很貪心的 家長經常打電話來問 有沒有多兩條橋 還有我經常都說了 我都不記得的 還有你那些想法 希望那些小孩能夠吸收到 我們今天最主要都希望 能夠 希望那些家長能夠 知道到怎樣去訓練 那些小朋友 有良好的溝通技巧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最重要是因應個性 有些小孩 他真的怕醜一些 或者他不是很習慣 去表達對你的好觀感 我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 例如呢 譬如說 幫手遞一些東西 動作他容易做些 幫人按著電梯門 別人會稱讚他 小朋友你真是乖 他又怕怕醜 倒下頭 別人會更加覺得 這個很謙虛 於是他都會覺得 是不錯的 然後就說 既然你都讚你了 你是不是有些表示 多謝 麻煩 他慢慢會出力 因應個性 第二件事 可以嘗試 讓他去文字圖片 那些選擇 這個都可以的 文字圖片的選擇 是的 譬如你見到一個人 你覺得他不太開心 你說 我們畫個黑黑笑 送給這個叔叔依依 或者見到這個初生BB 剛剛依依大了回家 即是有個newborn baby 我會否送了卡給人 這個過程裏面 都是一個挺好的溝通 嗯 我們又學多些東西了 那些家長今天 拿了很多錢到你的袋子了 我們又不知你記得多少 不過我們很希望 裡面 今天開始 將你的小朋友 多些的讚賞 多些的訓練 起碼來講 叫他們早晨 下去買麵包的時間 講聲 麻煩你多謝 是的 我覺得藥塘生活裡面的東西 只要是實踐 做多做少 就不是很重要 在乎他有沒有去試 和心 當他從中得到成功感 他自然就會做 記住 我們不只是講過程 不是要教 我們要堅持到底 多謝Dr.Man 不要客氣 多謝大理 好